列治民圖書館自有在週末期間舉辦書籍二賣會 所有收益將會用於資助列治民公共圖書館 由列治民圖書館自有舉辦的書籍二賣會 在週末一年兩日位於列治民Camby圖書館舉行 銷售不同類型的書籍 包括歷史、遇戰爭及古典文學等 列治民圖書館自有主席表示 即使受到新冠疫情影響 亦無阻銷售量上升 這項目的目標是保證公共有資本的書籍 特別是孩子 書籍二賣會亦將會在下月18至19日 在同一地點舉辦 Blair提醒公眾 如果想購買書籍需要自備環保袋 現場亦只收現金 所有收益將會用於資助列治民公共圖書館 新時代電視蘇航南報導